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养活世界人口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健康的饮食 食物链的所有参与者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 再向可持续粮食体系过度 这方面都需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的 如果不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 就不可能实现向可持续粮食体系的转变 为了确保人们知道如何根据健康 和可持续性做出食物选择 我们需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意识 其次 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利用科学成就上 在我们需要生产更多产品 来养活世界人口的这个时候 在减少我们的环境足迹的同时 基于科学的创新解决方案 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的建议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农民的领域 这将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大的产量 和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将知识带给农民和食品生产者是很重要的 第三 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有效合作 为了增强我们的韧性 我们需要致力于一个健康的方法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减少抗微生物要无奈药性的传播 国际食品贸易也必须保持开放 和以规则为基础 继续确保粮食安全和确保 其实非歧视性和可预测的 作为一个小国 我们深知创新效率和合作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收到了一个提醒 说明我们的现代世界 是多么交织在一起的 让我们一起让它变得更可持续性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